我们看到,政客们主要承诺税收会下降,并且,他们会为选民中的某些群体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等等。 因此,如果你总是承诺降低税收和增加支出,那么显然,债务将会上升。 我们看到,即使在债务与GDP比率很高的欧盟和美国,这也是相当可观的。 在那些有更多外国投资者,且没有能力发行自己货币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或法国,这可能会成为一种可能会在国际投资者领域中破坏其信用评级的因素。 如果我们只是坚持这种非常僵化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并且无论成本如何都不对公共债务进行货币化,这可能会产生无法轻易解决的财政问题。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立研究的帕斯卡尔,今天我非常高兴,再次向大家介绍一位顶级经济学家和真正的货币实践者。 我身边的是德洋·扫斯基奇,他是塞尔维亚国家银行的前商长。 当然,这就是塞尔维亚的中央银行,也就是印制塞尔维亚货币的机构。 他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辞职。 扫斯基奇博士目前也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并担任多家私人和中央银行的顾问。 扫斯基奇教授,非常感谢您今天上线。 扫斯基奇,谢谢您今天上线。 谢谢您邀请我。 谢谢邀请我 我一直想和真正的中央银行家交谈 因为中央银行是货币系统中最迷人的部分之一 也是金钱与政治的交汇点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总是认为中央银行家可能会使用非常现实的方法 来估计经济以及经济的不同部分如何协同工作 对我来说 最能描述这一点的理论及货币机制 是现代货币利益 你知道当这个话题在国际领域出现时 我显然已经接触到了 现代货币理论听起来很创新和现代等等 但基本上如果我看这个理论中的某些元素 我认为并没有太多心意 如果你说政府可以印自己的钱 我们知道对吧 如果政府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的 它总是可以毫无问题的为政府债务融资 我们知道这一点 我的意思是你坐在日本 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明一个国家甚至可以将公共债务 与GDP的比率推高到百分百五十以上 而不会出现公共债务危机 因为这不一样 你是以自己的货币发行债务 你可以印刷 还是以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债务 这基本上是今天欧元区大多数国家的情况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 为了出售他们的政府债务 他们或多或少被迫将这些债务以美元为主 某种程度上以欧元计价 对吧 所以那些有能力发行自己货币 并以自己货币计价债务的政府 永远不会破产 我认为这比容易理解和遵循更重要 现代货币理论基本上是在试图复兴一些 在世界各地货币政策历史上 曾Norais-Tafi Greer 我们看到过许多情况下 政府印制的货币超过了维持物价稳定 所需的适当水平 例如 人们往往会想到1967年 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的战争 但人们并不总是记得 当时以色列正经历着高通胀 年通胀率超过400% 因为他在为这些巨额开支融资 更不用说威马共和国在1922年和1923年的 通货膨胀 It's them 书中读到过这些 二战后 在包括我出生的南斯拉夫在内的许多国家 我们经历了一个相对高通胀的周期 因为政府基本上是在印更多的钱来支付 他们之前没有征税的开支 他们依赖于可以通过印钞来支付这些开支的事实 而无论他们搜集了多少税 都被认为是足够的 但仍有需要支付的盈余 而这盈余是通过印钞来支付的 Rammer 问Tis Gorgene这样做的程度 因为这种生产货币的方式是今天大多数分析师经常没有考虑到的 这是一种非债务的货币生产 当你进行所谓的公共债务货币化时 这意味着你基本上是生产货币来为政府债务支出融资 如果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这过高 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你知道任何认为2022年和2023年美国和世界的通货 膨胀于2020年和2021年 美国之前的大规模货币和财政扩张无关的人都是错误的 特朗普政府的最后一个计划 和拜登政府的第一个方案都非常庞大 2020年他们在运行政府赤字 当时美国的财政赤字大约在美国GDP的15% 然后大约是下一年的12% 之后不仅在美国 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通货膨胀 因为美元被用于大多数国际交易 以及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交易 所有这些交易或多或少都以美元表示 因此一旦美元在其自身市场上开始贬值 它也会在任何用作支付手段的地方开始贬值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中对该货币的需求和容量 当然不仅在国内 而且在国外也是如此 因为日本再次是一个高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例子 对吧 在2010年或2012年到2022年之间 日本国家银行的货币基础大约增加了三倍或四倍 这很重要 但他们没有达到2%的通胀目标 这只是表明市场想要吸收这一点 对吧 市场喜欢以日元计价的政府债权 他们就想 是的 他们被认为是无风险资产 受到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 以及私人投资者的青睐 为什么不拥有一个安全的资产呢 拥有政府债券比在银行存款要好得多 政府比银行存款要安全得多 因此每家银行基本上都比政府风险更高 因此 对这些资产的高需求是很自然的 另一方面 很多这些债券是被内部购买的 日本投资者排队购买日本债券 因此系统的脆弱性比一些新兴市场 或者像希腊那样的情况要小得多 因为外国人持有大量债务 并且在感知到风险上升时 愿意测出 此外 希腊没有能力通过印钞来摆脱这种情况 因为他的债务基本上是以一种外币计价的 而这种货币是他无法控制的 你同意吗 是的 绝对是这样 欧元是一种外币 他们不能随意生产欧元 德国也不能 法国也不能 所以欧元的生产决策在欧洲央行手中 我们看到当时欧洲央行和其他欧盟机构之间 基本上存在相当大的摩擦 因为正常的做法是尝试帮助这些在某种意义上失败的经济体 更加开放的购买他们的债务 并在市场上吃 而不吃他们债券的价值 基本上开始印钞生产货币 以提供金融稳定 然而 这一提议遭到了欧元区内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对 我们看到最终占上风的观点是推动紧缩政策 基本上是将国家预算的运作视为家庭预算的运作 而这并不符合时机 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很好的观点 问如果在问题发生时完全货币化 希腊主权债务会怎样 会发生什么 欧盟总货币量的百分之多少 会被花 费 我们会有危机吗 我们是否会有2007年和2008年危机后 像欧元区那样的低水平复苏 那么 坚持这种在某些情况下 不能使用公共债务货币化的 非常严格的公司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在过去的20年或30年里 公共债务不货币化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圈的主流胶条 即这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 实际上 你不能直接印钞购买政府债券 但你可以做同样的债务 或所谓的二级市场商 印钞购买政府派 那么这两条路径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条路径是将公共债务货币化 对吧 创造更多的钱 第二条路径实际上是这样说的 政府如果想借款 需要在私人市场上借款 把债券卖给银行和其他人 然后你就不会扩张货币 但是 然后可以说 在一个单独的步骤中 中央银行会根据他们的公开市场政策 开始购买这些债 so all and three-month-up is a big sport sneed dirty days 所以不完成 而是分 in 15 结果相当相似 你自己印钞 你在削减私营部门的开资 并给他们比原本更多的利润 对吗 因为你稍高的价格 从他们那里购买 是的 我的意思是 正如你所说的 在日本的情况下 债券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资产 在许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有些人说 富人和富有的机构没有被征税 而是被节予了一个机会 基本上可以投资于债券 并获得利息 对吧 所以这与那些主张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全球公共财政部门相关问题的人是一致的 因为如果我们分析过去几十年正常政治周期中发生的事情 我们会看到政治家主要承诺税收会下降 并且他们会为选民中的某些群体 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等等 因此如果你总是承诺减税和增加支出 那么显然债务会增加 我们看到即使在欧盟和美国 债务与GDP的比例也非常高 在日本这一比例也超过了所有这些限制 但日本仍然稳定 然而在那些有更多外国投资者 且没有能力发行自己货币的国家 如希腊、意大利或法国 这可能会成为不稳定其国际投资者信用品 因此我们仅仅坚持这种僵化的看法 以这种观念认为 如果我们货币化 我的意思是 如果因为我们货币化之初而导致公共债务上升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将今天的消费转嫁给未来的时代 未来的时代将不得不偿还公共债务 未来的时代将遭受痛苦 因为他们必须实际拿出现金来支付我们今天的消费 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完全是误导的 但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是这样想的 首先 如果你将公共债务货币化 这并不意味着债务会增加 你只是印钞票 并没有为国家创造额外的债务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 我们需要详细了解政府到底在资助什么 它是否在进行支出 以增加我们所说的GDP的整体规模 这非常类似于普通家庭的消费 如果我们贷款只是为了买一辆车或一台电视机 那么明天我们将有相同的收入 从中需要拿出一部分来偿还 因此我们未来的需求会下降 因为我们今天的需求增加了 对吧 但是如果政府投资或者家庭投资 比如说你投资于人力资本 你支付学费并获得更好的教育 那么明天由于这种投资 你可能会有更高的工资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今天提高债务水平 会对未来几代人造成更大的负担 因为未来几代人可能会有更高的收入 因此偿还债务的负担不会那么重 然而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情况下 利率大幅下降 有人可能会主张利率接近于零 甚至有时为负数时 这真的无关紧要 你知道债务的多少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一直在说 我的意思是 日本的债务与GDP比率是150%或300% 这无关紧要 只要有需求 这种资金可以流通 即使是三千也没问题 这一切都没问题 它不会崩溃 因为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循环系统 如果投资者基础准备好投资 就像你所说的 只要债券可用 那么如果有需求 如果没有人想推出 如果有以发行债务的国家 可以生产的货币计价的债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如果有一个国家有可能增加其他税收 比如日本 我了解到它的增值税相对较低 对吧 是的 所以在这样的经济体中 如果你能解 Deniel老师的Mantewick Colom Wehema增值税方面 稍微提高为 就会为政府创造巨大的收入 但债务本身并不是坏事 基本上 在我看来 它不应该在没有任何控制的情况下上升 政府支出有时也会引发通货膨胀 我们需要关注通货膨胀会发生什么 这不仅仅是我们是否要增加债务的问题 有时我们需要通过发行债券 从系统中抽取需求 以避免在经济中产生通货膨胀 但这也可以说是因果而异 新兴 Teresa War It's a Stubblade 或者说是因果是异货膨胀 那这些事是被困难的问题 是被灵负了 当我们倾向于考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如何对抗通货膨胀时 有一位非常成功的中央银行行长保罗沃尔克 他在抑制美国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与此同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将利率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 以至于所有被迫以美元发行公共债务的其他国家 基本上都需要与这些利率竞争 因此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家 根本无法支付这些高利率 随后我们在当时的新兴而发展 经济体层面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 是的 但再次强调 那些发行以非本国货币计价债务的国家 这就是最初的问题 有时候你不得不这样做 但这就是你失去控制的地方 我需要稍微转换一下话题 因为你作为塞尔维亚国家银行的行长 凭借这个职位 在2010年也成为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的成员 对吧 我不是董事会成员 但我的国家是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国 因此我被邀请参加这些每两个月一次的会议 参与某些讨论 国际清算银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讨论平台 但与此同时 最重要的国家基本上在全球金融体系潜在监管的制定中更为参与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国际清算银行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机构 它基本上是以超国家的方式存在 并且作为一个银行对自己拥有主权 作为中央银行的银行运作 围绕它的存在和神秘运作有很多传言 但我认为很多都是误解 我的意思是 国际清算银行究竟是做什么的 当你参加这些会议时 你主要关心的是什么 很多正在讨论的事情基本上是关于银行系统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 这是一个很好的论坛 中央银行家可以聚在一起 他们基本上会制作一些公开可用的文件 当你访问BIS的网站时 你会看到一些正在进行中的文件 这些文件是公开可供任何人阅读、分析和批评的 通过这样做 他们基本上帮助这些文件的发展 直到他们达到最终极端 以他们的大司令到Birdfrey要在国际的国士 Birdfrey始终实施 已经传在Tapolo 我会说 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 为像银行这样的机构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这些银行在不同国家运营 以避免因为在一个对银行要求较低的司法管辖区运营而获得某种比较优势 这通常被称为为了避免复杂环境而从一个司法管辖区转移到另一个 国际清算银行也是 我会说 第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真正的国际金融组织 它基本上被期望促进根据凡尔赛条约对某些国家 主要是德国所产生的支付义务 对吗? 但后来它基本上也是一个机构 中央银行可以在其中开设自己的账户 因此您可以在他们的账户上进行国际收支结算 但如今 当您能够在商业银行层面自由交易和支付时 这一角色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因为无论您是否通过国际清算银行的清算和结算系统进行操作 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都会有增减 然而 国际清算银行仍然为希望将其储备保留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中央银行提供某些工具 因此 可以将其投资于安全流动性强的资产 这基本上是所有外汇储备投资的特权 对于国际清算银行来说 这种安全的流动资产 现在会是他们正在运行的货币篮子吗 还是说货币篮子实际上只是一个计量单位的估算 他们有几种工具 基本上就像你说的 形成了一个包含各种工具的篮子 相当稳固和流动性强 风险较低 所以我会说他们在设计上非常适合中央银行在管理外汇储备方面的需求 但是现在的中央银行 国家银行是否通过中央银行清算彼此的账户 中央银行之间是否也有结算要做 他们主要通过国际清算银行进行结算 还是主要通过为彼此持有账户 并直接进行清算 传统上系统的运作方式是中央银行在金本位置下 将黄金作为其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等等 伦敦是许多中央银行将其黄金储备 以标准化形式存放的地方 因此每当需要从一个中央银行向另一个中央银行支付时 都会在伦敦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进行 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中 一定数量的黄金会从一个国家的存款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存款 物理转移 是的,是的 我的意思是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某些元素 你知道这不仅仅是历史 但在今天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为进口支付过多 商业银行会支付他们需要支付的任何费用 他们的客户要么使用自己的资金 要么从某人那里借款 无论是本地还是国际 如果外汇不足 就会有压力使支付的本地货币贬值 或者中央银行的储备会进行利益 所以这就是最终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式 如今我不会说这是正常运作中的优先思想 但它仍然可用 一些中央银行仍在使用 我会说国际清算银行在从其最初设计的基本角色 转变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金融话题讨论论坛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我们确实了解巴塞尔标准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认为由于巴塞尔标准 我会说他们是全球实施最成功的国际标准之一 有一个论坛在进行辩论 并且总是有一个过程来检查法规 是否已在国家立法中实施 谁在承诺上迟到 谁没有迟到 基本上无论在BIS文件中产生什么文件 这些文件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司法管辖区中定期实施 这对于实现全球市场的公平奔平经贷 而是非常好 如果某这些标准 你参与到明图Digilink 或者某种竞争优势的参与位 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 但我的印象是 中央银行家通常主要关注和关心银行业的稳定性 而不一定是金融市场 而是银行业 你希望这方面是稳定运作的 对吗? 这取决于某个国家中央银行的法律授权 主要来说 中央银行关注的是价格稳定 目标是实现低水平和稳定的通货膨胀 然后一些中央银行 比如欧洲中央银行 也负责银行业的监管 还有一些中央银行 也监管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 和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 自2007的2008年危机以来 中央银行主要也承担了整体金融稳定的职能 通常在国家层面 会有一个协调机构 连接中央银行 财政部 以及可能负责 某些金融机构监管的其他机构 他们需要在国家层面 设立某种金融稳定委员会 或类似机构 因此 金融稳定如今也是中央银行的 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 金融稳定如今也是很重要的 财政中央银行 所以我们也讨厌